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骤击的呼吸居然也是灵种 双灵种对双灵种 这就是前一百的实力啊 但一个是火力全开 一个是强拥之末 终于结束了 不会有事吧 灵离盾 幸好还有模具护体 否则你莫凡眼下的状况 这下恐怕会伤得不轻 那个叫赵姬的学生 手段太残酷了 这只是同学之间的比赛而已啊 哼 那我就直接送你滚出火戏吧 暴力 这样下去的话 哼 这下赢定了 同理反刺 怎么 这个没有理断 防御效果不怎么样 但是反击率还行 没卖亏 小姬 是你输了 可是下场吧 我 假如是面对妖魔的话 你早就没命了 让他受伤也够了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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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谁啊 一百零一名的赵记 这人谁都敢打 这么嚣张的吗 好像赵姬也是他家族的人 不过地位差很多 给我滚 在我没有直接废了你之前 大半年没见 火气要不要这么大 那我管不了 谁伤了我的朋友 不管是谁 我都不会客气 你倒是老样子 要不是听说有大挑战 我都不知道 你回学校了 正常挑战而已 原本以为要在棺材里见到你了 现在看你挺好啊 你头发染得也不错 是吗 喂 那是谁啊 现在还在比赛呢 我坐这去了 好好的啊 放心 啊 只是 总算把这个大摩托给耗干了 只要再出现一位前两百名的 这就赢了 也不知道你们在高兴的什么劲儿 两百多人已经超厉害了 你们伙计已经输了两百人了 那也好过全军覆没成为学校校品了 这 这家伙何谱啊真是 最后一个挑战者 周同 嗯 嗯 喂 老师 赶紧叫开始吧 别给他太多休息的时间 老师 快点开始吧 现在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修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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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凡 你也下来吧 没有必要非搞得鱼死网破的 对你自己以后活跃的发展 也没什么好处 您说的也对 向卫如老师认个错 向全体火院的学长学姐们认个错 毕竟是初来乍到 这个 好吧 修院长说得对 我向火院全体老师和同学真诚道歉 这次是我太冲动了 就这么结束了 不是说好一个一个道歉过去吗 对啊 就这样结束 也太让人火大了吧 让周同和他打下去 让周同和他打下去 修院长 若是不能让他挨个低头道歉 我们火院还怎么在学校立足啊 卫荣啊 真要打下去 这个周同不一定是莫凡的对手 他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 周同怎么可能胜不了他呢 真的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厉害关系 让周同和他打下去 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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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闭嘴 今天 我已经对你们很失望了 这场挑战到这里 也根本没有再进行下去的意义 原本我是想要 让火院里的每一名学员 都成为精英 成为出色的法师 所以对于中途加入的转系生 才会这么苛刻 可现在 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自己没有比绝大多数火系学员更弱 你们真要对他们不满的话 就在之后的时间里 用正正的方式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起空 挽救那一点点自尊 自尊这东西 是需要靠自己的双手拼出来的 我衷心希望 有一天 哪位学员 能在这个转系生全胜的时候 将他打败 那才是对我们火院 最好的交代 现在 全体解散 小院长 您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我都快等急了 上午惹点事有那么难吗 你今天伤得不轻啊 我帮你治疗一下 赶紧去吧 你的体质好像有点奇怪 你的身体是不是使用过什么 不是很正统的方式调理过 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 如果可以的话 建议你去找一位 实力更强的治愈序法师 对你的身体 进行一番全面的检查 我感觉到你的身体里 有一股很暴躁的因子在 不像我们常见的元素魔法 白魔法 次元魔法 非要说的话 它好像偏向黑魔法 这位老师修为很高啊 竟能感受到恶魔系的残余力量 好的 我会去咨询的 谢谢老师 这家伙绝对开了外挂 你看你看 大魔头凯旋归来 图兔 莫凡太累了 让他好好休息吧 你也真是 刚回学校就这样肆无忌惮 出风头 主校区的学员 整体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要强很多 火怨天生灵种的人 也不过排在一百多名 那前五十乃至前十的 不都是一群怪物吗 要不是萧院长恰到好处的出场 还真不好说 况且这还是整个主校区 其中一个院席而已 这大半年 我的修为都没有什么增长 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大力提升 否则想脱颖而出就难喽 模具这一块 应该是最容易突破的 高品质的凯模具 防御力不可小觑 但那块玄灵蛇皮 找工匠制作 还得费些时间 另外就是七月兽了 今天如果我有一头好的七月兽 早解决问题了 明天就去 一天也不能等 你说什么 欠我帮你卖东西 你家不是开竞排行的吗 我这里有一些 战将级妖兽的尸体和精魄 还有灵种碎片 你想办法给我卖个好价钱 你现在这么缺钱 追哪位女同学这么少钱呀 别三句不理本行行不行 我想买一只七月兽 懂了 小事一桩 我跟竞排行打个招呼就行了 这是 这什么东西啊 你们还卖星途之书 类似彩票 别骗我啊 来到路上看一群法师再买再看 别逗了 是这样的 这叫知密卷筹 法师们在野外游走时 经常会获得一些不太确实的消息 就写在这些卷轴里按一定的价格出售 我这里有一堆呢 信息是真的话 那倒是赚大了 省下了一大笔购买信息和发布悬赏的钱 信息是假的 或者过时了 那可就白忙活了 嗨 法师嘛 谁身上没几个闲钱 信息时代什么最重要 情报 比如万一运气好碰上一个靠谱的 抢先出售就有可能捞到很大的好处 比如稀有妖魔了 天才地宝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如果是确切的情报 就会拿去正式发布悬赏了吧 不过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 而且竞争激烈 如此可教 事实上 知密卷轴也不是你想象的完全靠瞎梦 如果同时买到不同来源 但之间有关联的信息 那准确度就极高了 而且那些卖卷轴的法师 也是要顾及自己的名誉的 不会下来 诶 卷轴多少钱 嗨 啊 送你几个 哦 哦 哦 明珠江中有剑奇海妖出没 月音之时可能会遇见 剑奇海妖是制造剑模具的上品材料 价格倒是被炒得很高 可惜我对抓鱼没有兴趣 算了这钱烧了 哇塞 这消息极有价值啊 啊 卓云北角 炎姬有新生命的迹象 这炎姬是什么 那是元素妖中最为稀有的一种 凝聚天地火焰而诞生的生命体 价值无法估量 有这么夸张吗 哎 你有所不知啊 一直以来 元素妖都是召唤戏法师 梦寐以求的契约兽 炎姬更是其中极品 你要是能够用力支炎姬前契约 那就牛大了 单靠着炎姬 杀入前十都不成问题 而且像你这种修火系的 有了它 火属性还要再提升一个层次 嗯 可能还会有某些特殊的效果 那你这火就相当霸道了 浑中之下 只见无敌啊 学院之中拥有火系灵种的人 已经不在少数 我的眉眼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出优势 若是在签订七月兽的情况下 还能够增进火系 这简直就是完美七月兽啊 哎 喂 你怎么了 你 哎 你不会当真了吧 快 快帮我去把所有可能与炎姬有关的致密卷轴全卖下来 啊 喂喂 那可得不少钱呢 我就 炎姬只存于卓园北角 所以我把所有有关卓园的卷轴都买回来了 哦 原来炎姬是可以养成的 所以最好从幼宰就前七月 到时蜕编出一个浑中之火焰 就逆天了 卓园地区自古是生命禁区 不但酷热荒满 而且妖魔横行 很多还是上古遗嘱 没一个好惹 啊 但同时 那里也有无数古物质宝 哦 很多还是别处没有的 所以总有法师去冒险 这书里说 现在卓园最有名的妖魔 是沙虎魔祖 凶残至极 现在我们知道位置 路线 危险性 已经有什么好东西了 就差实地考察喽 啊 你打算去了 就这点情报 去一趟又没有坏处 就算没找到炎姬 当时历练也好 我 你别给我提历练 你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伤疤好了当然就不疼了 难道还记一辈子 既然你要去 那就祝你好运吧 什么祝我好运 我说过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吗 你不会是想把我也拖去吧 你说呢 我才不去 我去跟你试试 神婆 好了好了 真是怕了你啊 但是就我们两个人肯定还是不行 得再找帮手 一定要信得过的 废话我早想过了 灵灵散一下 这小丫头人小鬼大 又有丰富的猎人经验 可以 我还有一个好兄弟张小猴 现在是卫法师 而且房区就在卓园附近 他肯定去 到时他会在卓园直接会合 还需要一个治愈系 卓园知行的凶险就不用说了 没有治愈系法师 就是去送死 我也正想说这事 你这边有好人选吗 真没有 家族里的大佛我也请不动啊 那有点麻烦 本来想找白婷婷 但她不知去哪了 对了 你那个心下妹妹 不就是主修治愈系的吗 而且还抚修心灵系 安抚妖魔一级灵 不能再完美的人选了 她 不行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情况 可你有急性狼啊 急性狼可以全程照顾她代步 还可以保护她 我说不行就不行 如果非得她 那我宁愿不去 我也就是个提议 所以那就只能另外再想办法喽 我收集了所有能到手的猎人地图 绘制了这张卓元地图 其他先不说 第一官杀网合就有大问题 怎么了 莫返 玲玲 别误会 这是我堂姐赵晨勇 也是主修土系的法师 听说了我们的计划也想参加 所以我把她带来了 大家好 我堂姐可是燕都学府的高材生 比我强多了 人也靠谱 我没什么意见 可是这次行动比较危险 而且也没什么好处 我等 历练吧 那 欢迎 你们看 沙网合是进入卓元的必经之路 里面栖息着象沙妖兵 属于土鼠型元素妖 单个并不难对付 但成群结队就极为可怕 那 直接打过去呢 想都别想了 一整只卫法师猎法师都不行 别说就我们几个 那总还是有闯过去的人吧 我们需要一个新灵系法师 否则这事就到此结束 行下 行下